入题就说回这次的战争鬼故 那不要只听我讲了,要看看图的嘛 那我们看看日本皇军的图片 可能大家会说,咦,你大家怎么看得出的日本皇军啊,南山 是A司大战,但是平时皇军打些暴武的,现在是钢规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不是美军啊 大家去看一看,他的枪上面有刺刀的 美军不搞这些东西 关于战争讲鬼故之前,我想我都讲一件事情 关于日本人的执着 在战争角度,我们华人,就是中国人 没理由会觉得他们做这件事是对的 但是先撇除这种身份,纯粹讲在战术运用上 日本人打仗,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开枪就开枪 你绑什么刺刀干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要绑呢 原来据说日本人是一些武士来的 他们来到世界的时候,即是来到现代社会 去到193几年掀起战争的时候 都仍然忘记不到,我们是武士来的 那没事,我们用枪 那也要没事,绑刺刀 绑一刺刀 问心有几可,会埋伸用到那把 你埋伸开枪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搞到 其实他自己打仗的时候 是处于不理状态 还有据说,美国人怎么会赢他 因为开机关枪就乱吟,他们要描得很准 这些战争这些不说 如果有刺刀,放心,一定不会美军来的 那讲个鬼故给大家听 我找哪个讲给大家听 先讲一个关于宪兵的鬼故 看一张图就可以了 宪兵不知大家知不知是什么 宪法大家知是什么 宪兵和宪法是无关的,纯了是宪字 宪兵,中文叫宪兵 英文我不知道 日文都叫宪兵的汉字 宪兵是什么呢 其实市民、人民怕宪兵 军队又怕宪兵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怕宪兵呢 因为宪兵即是军队里面的警察 你可以说是军事警察 那你军队里面都有人不守规矩 譬如举例 只举例 军人偷在旁边的那条底褲 那你要找宪兵去查 他查的时候 当然偷底褲就乱说了 可能他打人,伤人 宪兵就要去军事警察 捉他们,审讯他们 甚至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看不到打人 这个世界就 当然现在会不会打,我不知道 那个年代他说入军是真的 他的宪兵都会打那些士兵 毒打他们,兜巴星 那些东西 所以没有人喜欢宪兵 有一个鬼故国 其实是说当时参军过的日本人 老了说出来 他见到一个宪兵的鬼故事 你可以说鬼故事 灵异 其实我觉得也是 他说他的宪兵 宪兵头很坏 故事叫宪兵 打他们 无理要求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大堆毒打他们 就是没有人情可言 有一次被他打到这样 有一次有人说 夜晚 灯光 为什么见到宪兵的样子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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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只不过是 但是有一个坚持 他说见到他的面有不同的位置 木纹 原来他见到一些人见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呢 这个宪兵头没有人喜欢他 个个都恨他 就他早点落地獄 结果他真的落地獄 那是怎样呢 原来有一次他们的军营里面 就遇到大凶杂 即是叫轰炸 那当然是美军炸他 难道他是轰炸自己吗 美军炸就 他就说这个宪兵是死亡 但是他不是被那些炸肉炸到他 支离破碎 是怎样呢 是炸到那个军营 那些碎片四飞 然后他被一些硬物贯穿 是什么 就是一些木的一些碎片 举例吧 把木枯和木柜 飞过来 那他的面是插中几块巨木 接着大家就想回 是谁是谁 那个初级士兵 是 他说 他已经见到 倩兵的样子几日前 他说 那面的木纹 这里这里 现在真的是这样 后来叫他来对照 是呀 我那天就见到这样 原来他可以这么说 他是遇见到这个倩兵的下场 那天天 晨早几日前 两三天前 已经见到那块面 这里这里这里 是有木纹的那块木 原来被一些木的碎片飞出来 完全贯穿他的面部 那所以 他当然当场死亡了 那这个算不算灵异故事 我只能够说 不是鬼故事 是一个灵异故事 可以这么说 很简短 不要紧 还有其他的关于战争的鬼故事 跟大家分享 好 之后下一个 就说特技络体这张图 那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违言的 那当然啦 士兵 当然都很多时候写一些信 尤其是当时的什么 神风特别攻击队 就是拿个机器撞到别人的美国蓝 即死定了 九四一生 不是九四一生 不死得回去 下次给那部机器再撞 即是十死十生 可以这么说 他们会写遗书 或者平时一般的兵都会写遗书 各种各样 还有当时日本是强行征兵制 去到战争最高峰的期间 甚至如果大家看很多电影都知道 明明那个面包师傅抓他打仗 明明不知道 举例他做其他东西 农民抓他打仗 已经不够用了 整个乡下的世界 只有女人在耕田 还有去做一些工厂 做军工的东西 那有时候会怎样呢 反映状况 譬如举例 阿哥出去打仗 那有很多制度是怎样 我不知道 会不会两兄弟抓去 我不确定 因为我不是那个年代 也不是日本人 那当时的惯例是 如果那个阿哥去战争 而死亡的话 那他有个老婆 即是他嫂子 那没办法 就逼弟弟勾二嫂 即是说得难听些 其实只不过是说 女人在那个年代没有地位 那个老公战死了 那唯有下嫁 那个弟弟就改户籍 就变成一个弟弟的太太 嫂子 或者反过来 弟弟出去参军 小孩死了 阿哥就唯有娶了弟弟的老婆 那当然如果他有两个老婆 你不要问我 这些事情 那这个可以这么说 灵异个案 就发生在类似这样的状况里面 甚至再调调一点 他说如果那个老公死了 而他没有兄弟 他有时是连那个老爷 唯有娶了这个媳妇 到为了家庭可以完整 继续可以运作下去 当然今天去看我们 非常不人道的事情 也很荒谬 很扰乱了人论 但是大家就明白 那个年代也是 生死之间 都不想那么多 这个鬼故事 就关于类似 就是那个 阿哥战死了 弟弟就娶了那个 阿嫂 之后就说 试过梦见阿哥回来 大家会想 是不是叫阿哥回来 弟弟 为什么你抢了我老婆 那不是 阿哥都明白是你 可能出战之前 都明白这个世界 情愿的老婆 有人去照顾 好过整家饿死 但弟弟就经常说 见到阿哥 他就 动不了 所谓叫被鬼责 然后见到阿哥出现 一身血污 穿着一些军服 当然是战死石的状况 就是这样 不是 阿哥是啟事 动不了的时候 阿哥就不是来吓他 就走着走着走着 就是没有对白 他说 走到他的庭院 大家就明白 现在高楼大厦 以前 或者日本的乡下地方 都是有个庭院 随时有个隆地 那家屋一层高 如果是去年代 现在可能是两层 那阿哥走到他的庭院 大家就明白 那时候 都没有被美国炸过 即使不炸过 都不会平整得漂亮 他去了一处 阿哥的庭院 那个地方 给他个信号 没有说对白 但他的信号就是 坐在那儿 弟弟 不像紧 给他个信号 这里庭院 庭院 庭院 庭院有什么呢 他很奇怪 之后 跟老婆说话 其实是嫂子 会不会阿哥有什么启示在庭院里呢 这样 是啊 结果呢 就不是了 拿个铲来 老婆 拿个铲来 阿仔 不要啊 我一个人铲好了 整家人铲会变成 好 等我铲 他一个人就铲铲铲铲 你不要过来 家人不可以一起铲 铲了 铲了 铲来 铲开泥之后 就找到一些东西 原来他是正常来算 以前就未必翻出来 他为什么会藏在底下呢 他原来经过美军的一些凶杂 一些轰炸 那些泥翻起了 原来他在财产有个box 当然了 我想他比较稳固 金属的box 原来在家存有个box 是一些地契或者果卵的东西来的 他就经过美军的炸炸炸 是被泥土翻了 藏在底下 阿哥的鬼魂 其实阿哥已经知道藏在那里 或者阿哥生前都未知 可能死了 通灵多些能力 弟弟 那里有些地契在那里 其实我们祖先留下的 我们有农田那些田 我们的 我们不用过的生活那么差 你好好照顾阿嫂 我老婆 那样 原来挖出来 即即清奇 没法子 你无端端你不会说 即他小弟坚信就是阿哥的鬼魂 如果不是 你那天撞手过 你无端端发过梦 可能知道那里藏了这些东西 原来是一些地契等等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这么说 二次大战鬼魂之二 那我想说第三个 第三个是关于罐头的鬼魂 那他说回当时 在伊斯拉战期间 他说 那个说回当时 那当时人 他说 当然是阿伯伯 已经是 他说当时的时代就是 沖繩人 他说已经打完仗了 美军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已经占领了 沖繩人很多都是不够饭吃 即 那不吃饭吃鱼不行 大佬是一个词 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不是一个通称 没有饭吃 没有面包吃 没有鱼吃 总要有东西吃 那他说没有东西吃 那结果美军就要调到那些食物来 那在美国运错很多 那些罐头来给他们 那里面罐头 是不是罐头鱼 还是罐头五餐肉 就没人知道了 肯定不是先冒兑 因为是日本 结果运了之后 就分发给一些沖繩的人 当然大家都衣服 蓝楼穿得很差 那他说出来 伯伯当时还是年轻的 他就打着鱼 他就拿着一把傘去拿罐头 那罐头的时候 看到中间有一个太太 他说 咦 那太太以前有个B 现在 屈屈寡欢 那B去哪 好像 在袋子 抱着个B 抱着个B 但他很憂愁 没有了表情 那他打着鱼也不来 太太太 你干什么打鱼 你打鱼也不要紧 那B打鱼也不行 我借一把傘给你 我太太就好像没什么回应 他 然后他也拿罐头 拿着罐头 就走了 后来就说这件事出来 和其他人 那些人就说 喂 我拿完罐头回来了 刚才回来鱼 我把傘借给田中太太 你在那个 住远处那里 你记不得 其实我们那时候 现在就回到自己家里 美军打到来的时候 我们冲城人 都躲在那里面 在洞穴里面 洞穴 大家没看到图片 不要紧了 真的给大家看 还没看着 在这些洞穴里面 我们躲在里面 就不动声色 不让美军知道我们在里面 田中太太 我记得都在里面 现在出来 那个样子都很憂愁 那样 接着说完这句话 这个当事人的家里 田中太太 喂 你不是吓我 吓你什么 田中太太 有什么好吓 不是啊 田中太太我没见过 那些人说她 没有了 不在世上 喂不是吧 为什么 她说 那时候的洞穴里面 这儿田中太太 抱着个鼻子 是啊是啊 我知道 但是那时候 美军经过巡楼的时候 为了不动声色 个个都不准开声 那你知道 那些鼻子会哭的 不是跟我说 不要哭啊 小声点啊 哭得小声点啊 美军听到的 那个鼻子鬼色吗 那怎样啊 那唯有 就掩着个嘴 掩着把嘴都哭了 掩着把嘴都哭了 就唯有 掩着鼻子 焗着它 因为你不掩 旁边的人都会掩着 因为为什么这么残忍 如果鼻子一吵 那些美军来都 含爆散的 那你说死一个 可能死了所有人好 那当然 都是没人道的事 但是战争时期 那说田中太太呢 是这样被人 可能被他伸手 被人这样帮手 按按按按 烤死了个鼻子 那好像据说 他都是 不知道是屈屈寡欢 还是他自尽 据说他都是死在洞穴里面 真的吗 那后来这个 年轻人 后来变成伯伯了 他说 不是了 我洞穴先看一看 那个洞穴 后来我离开了很久 那我找回那个洞穴 出来 网台节目 开始接受订购啦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 过数也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NET 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22971825 22971825 22971825